哈喽大家新年好 今天我们做春卷 做春卷要有两个部分 一就是皮 第二个就是要做馅 今天我们做黄芽菜馅的 黄芽菜就是大白菜 也叫哨菜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材料 主角黄芽菜 大约用一斑半左右 可以包10到24个 切成细丝 梗和叶分开放 肉丝 香菇丝 笋丝和金针菜少许 切一寸长短 湿淀粉 用这些材料先把馅炒熟 我们先开火 等锅热了我们倒油 不要太多 先把肉丝下去 肉丝你什么都不要做 切好直接下锅就可以 把它煎炒到 沙白了 说明它的温度够了 我们就放料酒 放些料酒 然后盖上锅盖 就几秒钟就好 然后几秒钟以后 就打开锅盖 一股香气 不必而来 然后它的香气也提出来了 腥味也去掉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香菇 放进去 笋丝和金针菜都一起放了 ok 边炒一下 现在我们可以放卷心菜 这个上面我是堆的是梗 边炒个三五分钟以后 那个菜梗都憋了出水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叶子放进去 再翻炒 再差不多用个两三分钟之后 菜叶也都憋了 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放料 我们差不多放个 一个teaspoon的盐 不要太香哦 做菜拧淡无咸 然后 放一点点的糖 一点点的糖 要先翻炒均匀了 把它闷一会儿 等你确定全部菜都很烂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勾芡了 ok 勾芡的时候 不能一下子倒下去 要这样徐徐的下 左边倒 右边用铲子不停的搅 然后看它有没有够 再下一点 一直保持大火哦 不能小火 这样子就可以关火了 这就是我们成品的 春卷馅 倒入盘中 把它铺开 让它慢慢凉 要等它全部凉下以后 才可以包 好了 接下来就开始包了 是个包的过程 我们把春卷皮放成这样 菱形 放适量的馅在中间 然后裹过来 第一道的时候 这个水要推一下 然后卷过去一道 两道 反过来 这边待一会儿 再卷一下 再反过来 这样是不是前后都多一层皮拖着 更不容易散 好 我们再来一个 接下来我们就放油煎了 我们放差不多是春卷的三分之一厚度的油 那油热了以后就把春卷放下去 接口朝下 不用怕 你越是怕它油越是会溅上来 你就贴近 它油就不会跳出来 火不要太大 就让它这样冒着油花 慢慢煎 就会煎脆 那中间火候大的地方 你可以让它这样 换位子 那不时的检查 金黄了 我们就翻面 不要焦了 因为那个春卷皮很容易焦 边上如果还不够黄黄的 我们可以把它这样竖起来 好嘞 都变金黄了 那我们就准备起锅了 那上桌时 我们可以带上一点正姜醋 那醋是去油腻的 喜欢辣的可以加一些辣椒酱 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